近日李小璐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他表示要分享自己的育儿心得 李小璐表示对于甜心的抚养 他一直是穷养 他认为穷养和富养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生活中需要买的衣服、饰品和营养品 会作为奖励买给甜心 而不是一味的准备好 并且他也会买打折的衣服 因为甜心正处在发育的阶段 更换衣服的速度太快 买打折衣服比较划算 并且李小璐也表示 在兴趣爱好的培养上 会尊重甜心自己的选择 并不会强加太多不必要的辅导班在他身上 网友们看到这段视频纷纷表示 李小璐真的很棒 对孩子的教育真的没得说 虽然李小璐和甲乃亮的事情 存在了很大的争议 从家庭上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妻子 但是他却不失为一个好的母亲 我们可以看到 李小璐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和女儿的日常 他经常陪伴女儿甜心 让甜心有了一个完整美好的童年 从最新的动态还能看出 他陪伴着女儿甜心 一起出去划划板 希望李小璐今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也希望甜心健康成长